一盘炒苦瓜,一个月独倒八个人,苦瓜和她一起吃,竟然等于吃毒药,喜欢吃苦瓜的都看看吧。 近日,赵女士在忙碌一天后回到家中,中午时分,她取出丈夫前一天购买的一条大苦瓜和刚从菜市场买回的一斤虾,打算烹制一盘虾仁炒苦瓜。 赵女士对这道菜情有独钟,因此她几乎独自享用了大部分菜肴,午餐过后并未进食其他食物。 然而,不久之后,她感到身体有些不适,随后出现了反胃、心慌、头晕等症状。 稍作休息后,她突然呕吐并伴随着剧烈的腹痛。 多次呕吐和腹泻后,赵女士感到全身无力,一时竟无法确定原因,误以为只是过量进食所致。 大约一个小时后,赵女士79岁的母亲猪大妈回到家中,见到桌上女儿吃剩的虾仁炒苦瓜,便毫无察觉地品尝起来。 吃完后,她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。 然而,仅过了大约20分钟,猪大妈突然眼前一黑,失去了意识。 听到动静的赵女士立即赶到母亲身边,并打电话通知了丈夫和儿子。 期间,猪大妈也出现了与女儿相似的症状。 尽管身体不适,赵女士仍坚持照顾母亲,并扶她上床休息。 随后,赵女士的丈夫和儿子赶回家中,发现猪大妈已经陷入昏迷,无法唤醒。 口中还有呕吐物,家人惊慌失措,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,将母女二人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,在急诊科。 医生根据他们的临床表现,初步诊断为食物中毒,猪大妈被紧急送入重症监护室。 而赵女士则入住普通病房,医护人员迅速对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。 由于猪大妈年事已高,病情危重,一度生命垂危。 幸运的是,经过有效治疗,猪大妈于当夜苏醒过来,两人的呕吐、头晕、腹泻等症状也逐渐消失。 最终转危为安,母女二人康复后出院,最终确诊为食物中毒,罪魁祸首正是那盘虾仁炒苦瓜。 苦瓜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绿色蔬菜,虽然味道微苦,但其功效卓越,能够轻火驱热,开胃助消化,对身体健康大有必益。 然而,食用苦瓜时也存在一些禁忌,若不注意搭配,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。 那么到底,有些什么食物是不可以和苦瓜同食的呢? 第一,苦瓜和虾。 苦瓜与虾不应同时食用。 苦瓜,这种富含维生素C的绿色蔬菜,与虾等甲鞘类食物中的高浓度五价深化合物相遇, 会在人体内发生化学反应,转化为极具毒性的P霜,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。 一旦因苦瓜与虾同时食用,引发中毒。 其症状表现多种多样,首当其冲的是肠胃道症状,患者可能会感到恶心。 呕吐,伴随腹痛,腹泻,腹胀等不适,甚至出现浓血变。 这主要是由于中毒导致肠胃道粘膜受损所致。 此外,中毒还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,患者可能出现头痛。 头晕,嘴部麻木,四肢抽筋等症状,血压也可能急剧下降,甚至陷入休克状态。 若是因苦瓜与虾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,患者还可能出现高热、惊觉、抽搐等症状,严重时还会影响呼吸道,导致呼吸困难等一系列症状。 更为严重的是,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全身脏气功能障碍,甚至危及生命。 第二,苦瓜不应与山竹同时食用,尽管适量食用苦瓜对虚火和肝火旺盛的人来说有诸多益处,但山竹同样是一种极具良性的水果。 当苦瓜与山竹这两种含性食物同时进入体内,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损害,特别是对于体质本就因含虚弱的人来说,同时食用苦瓜和山竹会加剧症状, 使原本含粮的体质更加虚弱,因此在饮食上一定要谨慎选择,避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 第三,那就是苦瓜不能与猪排同时食用,苦瓜中含有一种酸性物质,正常情况下被人体吸收后,有助于提高免疫力,对缓解心脑血管疾病也有积极作用。 然而,当苦瓜与猪排一同进入体内时,由于猪排富含钙质,苦瓜中的酸性物质会与钙发生化学反应,生成草酸钙。 这种物质在人体内无法溶解,会严重影响钙质的吸收。 第四,虽然苦瓜与南瓜在营养和功效上各有千秋,苦瓜能清干明目,清热降火,而南瓜则有助于排毒养盐,强身健体,健脾和胃。 但两者并不宜同时食用,原因在于,苦瓜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破坏南瓜中丰富的维生素C,因此建议分开食用,以充分发挥它们的营养价值。 第五,豆腐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,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质和多种矿物质、维生素等,对身体健康大有弊益。 然而,苦瓜中的草酸含量较高,与豆腐同时食用可能会影响钙质的吸收,甚至可能引发结石等病症,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。 因此,在享受美食时,应注意避免将苦瓜与豆腐同时进食。 第六,苦瓜与沙丁鱼是一对相克的食物组合。 当这两种食物同时进入人体后,可能会使某些细胞变得异常敏感,从而引发严重的过敏症状。 特别是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群来说,更应谨慎避免食用苦瓜和沙丁鱼的组合, 以免诱发寻麻疹等过敏性皮肤病,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。 另外,苦瓜,这一绿色宝藏,营养价值极为丰富。 首先,它拥有提升免疫力的神奇力量,苦瓜中蕴含的苦瓜多糖,绝非寻常之物,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天然免疫增强剂。 正因如此,苦瓜多糖常被用于抗肿瘤药物的研制,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 此外,苦瓜,这一独特的食材,不仅营养价值高,更是美容养颜的绝佳选择。 它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,帮助肌肤排出多余的废物和毒素,从而恢复肌肤的健康状态。 同时,苦瓜还能增强肌肤的吸收能力,使肌肤更好的吸收养分。 保持水润与光滑,经常食用苦瓜的女性朋友们会发现, 自己的肌肤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,仿佛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。 这是因为苦瓜中的丰富营养成分,能够滋养肌肤,改善肌肤松弛、干燥等问题, 让肌肤重现年轻时的活力与光彩。 除了美容养颜,苦瓜还具有清热养血,意气不慎, 健脾明目等多种功效。 在中医理论中,苦瓜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暑, 凉血解毒的作用,对于治疗力气, 疮肿等热性疾病具有一定的疗效。 同时,它还能意气不慎, 对于改善肾虚引起的腰西酸软, 头晕耳鸣等症状也有很好的帮助。 此外,苦瓜还能健脾明目, 对于保护势力,缓解眼部疲劳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苦瓜中富含维生素C, 这一重要的营养成分对于预防坏血病, 保护细胞膜,防止动脉周样硬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。 同时,它还能提高机体的应激能力,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,保护心脏健康。 苦瓜的营养和功效如此之多, 适量多食用确实有益健康。 但请务必注意, 避免与上述食物同时食用, 以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害。 好了,朋友们,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的话, 可以给我点个赞, 也可以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, 让更多的人知道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